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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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來 這個台灣還是很熱 那大概天氣都維持今天這個樣子 現在有一個紅胎或摩擎颱風 它是輕度颱風 但是中央氣象署說 它現在離鵝鑾比南南西方430公里的地方 已經離開了呂宋島 現在要進入南海 朝著海南島的方向前進 對台灣沒有影響 可是這摩擎颱風雖然不強 這個今天是一度上漲到220303點 但是這個最後 最後是跌了142點 收在最低點 22,092點 那麼今天成交量是2,897億 外資賣超60億 投信買超60億 自營商賣超59億 所以三大法人就是賣超了59億 雖然這個明天9月4號是國際半導體展的第一天 但是今天AI跟半導體 並沒有明顯的表現 今天台積電跌了8塊錢 收940 鴻海漲2塊收185 台光電漲29塊收500塊 均豪跌2塊收144.5 齊鴻跌4塊收570 廣達漲5塊收272 另外是OTC OTC今天跌了1.7點 收盤是270.86點 成交量是1,124億 好那麼台幣今天貶值的4.1分 1塊美金換32.062收盤 成交量是16.76億的美金 台積電未來什麼款 這個前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英 因為劉德英 他今年落下 退休 可是因為他實在有非常豐富的產業經驗 而且他的產業經驗非常重要 所以 行政院 經發會 他就要他擔任 這個經發會 創新經濟組的共同召集人 希望他可以為台灣繼續打招 那他今天 這個 以從公司的經營看國家的經濟發展 來演講 他說 台灣發展半導體之所以能成功 商業模式 以及以世界做市場 創立創新文化 這些因素都很重要 對著商業模式 過來世界做市場 第三就是台積電能創新 而且要建立創新的文化 就那個文化是整個台積電 這個形塑 這個創新的文化 劉德英說 在半導體產業 技術每兩年就必須升級 不升級你就沒辦法生存 所以白的國家 想要淘汰台灣的技術 哎呀 無所不在 但是你淘汰沒用 因為淘汰之後 兩年後又不一樣了 劉德英說 建立創新文化非常關鍵 台灣必須投入 能夠繼續創新的領域 並且在世界各個重要的產業鏈裡面 發展關鍵元件的設計 跟生產製造 要做個什麼聽到 做個全世界非台灣不扣 那麼他認為除了半導體產業之外 台灣在其他產業有三億 還有全世界有機會 他說第一是太空 第二是綠能 第三是電動車 第四是資料庫 第五是生物科技 所以他說這些台灣都有發展的機會 再講一次 除了半導體之外 太空綠能電動車資料庫 生技產業都很重要 好 那台灣的股市 今天最新的已經破 去開火的人 這個已經破1300萬了 最新到8月底 台灣有1305萬多人 這個在股市開戶 那2022年11月 那時候才1200萬 但是不敢兩年 增加到1300萬大關了 不敢兩年又增加了100萬人去開戶 其中很多是少年級 30歲以下的開戶數 比2021年3月的三年多錢 是150萬 149萬多 150萬 現在已經到220萬多 換句話說 三年多來 30歲以下的 開戶了70萬人 少年級 不過年輕人 到股市開戶 提醒大家 也要注意風險 高期 不太好練 你看到的這幾年一直在漲 事實上股市跌的時候 也會嚇死人 曾經台灣 股市30年前到12000多點 但跌到剩2000點 剩六分之一 菁姐郎傾家蕩產 他們只看到多頭 現在他們還沒有看過空頭的可怕 好 那麼 這個是台北股市 這個昨天有講到日月光的執行長 他其實也是半導體全球董事會的副主席 他是吳田玉 吳田玉一張 這個講了台 講了AI 他對AI的看法 他說AI 還在騎手勢 騎手勢的 是誰是誰呢 他說台灣 在COVID-19的時候 在全球產業鏈 我們只是配角 但已經開始被關注到了 那進入到AI時代 那進入到AI時代 台灣被推到 世界舞台的第一線 那是我們的機會 但是也是我們的政治 也是我們的壓力 台灣必須跟機會還有時間賽跑 他說現在的AI應用 大家只看到CHAT GPT 或者是圖片生成 他說現在只是在AI的 剛開始 未來還有邊緣裝置 還有機器人等等 AI涵蓋的範圍 已經不限於IT產業 而是整個經濟體 包括國防國家安全 以及區域的總體競爭力 他說AI雖然帶來機會 但是我們也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硬體的瓶頸 他說過去40年 這個瓶頸不在硬體 可是到了AI時代 受限於資金時間跟人才 漸漸的硬體已經跟不上軟體的需求 第二個就是 所以你看就是說 台積電的製程 必須要再更快的研發 第二個就是什麼 他說供應鏈重組跟地緣政治 壓力只會加速跟加強 什麼叫供應鏈重組 就是因為美國發現老共這樣搞 所以好像中國跟西方已經開始切開來了 第二個就是地緣政治 就是阿強的跟美國之間跟台灣之間 第三個挑戰就是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他說現在靠單一公司沒有辦法解決單一區域的問題 未來大家要合作 比如說這邊他們邀請到 這個主辦單位邀請到韓國的三星跟SK海力士來參展 那他很樂見 這個未來台灣也必須要跟韓國合作 好 那全世界的競爭是如此之激烈 那像Intel Intel現在就非常的慘 Intel現在的市值已經不到1000億美金了 可是台積電大約8000億美金 NVIDIA是3兆美金 Intel為了挽救他的財務困境 他考慮賣他的子公司 一家子公司叫做Altera A-L-T-E-R-A 目的是節省成本 然後要把晶圓代工事業分割 這是個前期作業 Intel的執行長基辛格 他第一個打算賣掉子公司Altera 再來要暫停或完全停止 在德國的建廠計畫 那個建廠計畫很大 320億美金 320億美金等同台積電一年的資本支出 你看人台積電已經在帝國投資了 這個在德勒斯登 那Intel是在2015年 花了167億美金買了Altera Altera為什麼Intel當時想買 因為他是全球第二大可編輯 邏輯原件公司 那也就是說他也是一個IC設計的公司 那他跟另外一個對手叫做賽林斯 我們翻成賽林斯 他英文叫Zinex 兩家是本來是伯仲之間的對手 那Altera呢是台積電的客戶 可是因為被Intel買走了嘛 所以他的晶片就由Intel來製造 哇台積電嚇一跳 本來是我的長期客戶 現在你去變成Intel的客戶 那台積電就找上了他的對手 也就是Zinex 賽林斯 哇 結果這個台積電就全力支援賽林斯 從此 賽林斯不只是台積電的忠實客戶 而且也挾著台積電優越的製程 快速攻城掠地 讓台積電的合作夥伴 大家看到這個Altera跟賽林斯的例子 大家都不敢輕易換代工來源 這樣聽得有了 就是說不要隨便離開台積電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做的良率太好了 那Altera呢 去跟這個Intel 他良率不好 而且他這個可能價格也沒有辦法台積電那麼便宜 所以呢 Altera的這個市占率就一直往下走 賽林斯就一直往上走 這樣 那我們現在不曉得到底Altera要賣多少錢 因為當時他是買進是167億美金 因為Intel現在多慘呢 他公佈第二季財報 股票跌得一塌糊塗 然後據說他現在就是要把Intel分拆 把晶圓代工製造業賣出來 那現在還沒有走到那一步 我昨天有一個事情講錯了 一定要跟大家這個訂正 請抱歉 我說第一名是晶圓代工的第一名是台積電 那是對的 百分之62.3% 第二名是Intel 對不起 第二名是三星 第二名是三星 三星占百分之14.2% 這兩間都占百分之74% 吉他還是其他八大去分 那事實上Intel在全世界晶圓代工 連前十名都沒有 在去年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晶圓代工有多慘 我就說他的路線錯了 他既要做IC設計 他又要幫人家代工 我如果是IC設計公司 我如果敢交給你 我的技術搞不好給你討論他 也因為這樣他的晶圓代工就做不起來 因為他沒有單子 沒有單子就更慘 因為為什麼 你要養晶圓代工的廠那麼多人 成本嚇死人 一投資一家廠 都是要千億台幣以上 然後還要養很多人 但是你的廠沒有在運作 因為你沒有單 所以你的製程也贏不了人家 你的良率也贏不了人家 然後就一直虧錢 這就是Intel最大的問題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跟大家報告 我們先休息進網告 好 來那麼另外呢是柯文哲的新聞 今天的最新進展 台北地檢署對於台北地方法院 對柯文哲無保遣迴表示不符 那麼這個在今天下班之前 要提出抗告 要提出抗告 那這個 今天柯文哲痛罵民進黨 來請大家聽聽 柯文哲今天說 這個台灣啊 花了三十年 才走出國民黨的黨國體制 結果今天看到什麼 民進黨變成新的黨國體制 今天台灣民眾啊 想想看 司法跟媒體不是政治工具嗎 這是我們要的嗎 這是你們對得起當年 二三十年前 那些民進黨前輩 還有二十年前 我們是支持民進黨的嗎 啊你們已經變成新黨國體制了 再問一遍 今天司法跟媒體 不是變成統治的工具嗎 變成政治工具嗎 我有講錯嗎 怎麼會國家變成這個樣子呢 柯文哲說啊 民進黨要去跟老百姓反省 好 重點是他說民進黨現在是黨國體制 那什麼叫黨國體制呢 比方說 比方說 我以前在台灣新聲報服務過 在那邊當過記者 以前啊 啊這個 啊媒體 有這個國民黨 的黨部 新聞事業黨部 以前啊我跑金融新聞 哦 這個國營銀行 包括公營銀行 哦 以前幾乎都是公營的嘛 什麼三商銀啊 省屬七航庫啊 哦 什麼交通銀行啊 中信局啊 以前有金融事業黨部 哦 華航啦 哦 這個台鐵啦 有交通事業黨部 那叫黨國體制 請問 現在 這些事業 有民進黨的事業黨部嗎 哦 請問有嗎 哦 以前 MVT 啊 這個 老三台 由 這個 中國國民黨指派 誰要去當總經理 控制著 哦 華氏 由這個 將軍 五四松 請問現在有嗎 現在民進黨能控制TVBS嗎 民進黨能控制東森嗎 哦 老實說啦 有些媒體啊 比較偏民進黨 是因為理念相近 並不是民進黨能控制 哦 現在 說實在的啦 如果要罵 民進黨這件的一堆啦 你能控制嗎 那叫黨國體制嗎 你講民進黨黨國體制 請問 以前你要選 台北市長的時候 是我們去訪問你啊 哦 是因為 柯文哲變啦 哪是什麼黨國體制啊 什麼叫黨國體制 黨國體制就是說 含屬法立 這個什麼 法一判就無效 哦 由 這個蔣介石直接批 槍決可也 哦 法院 最高法院判他 啊 十年 但是呢 啊 這個蔣介石啊 直接用紅筆批 槍決可也 啊 總共拿去搶山 哦 那才叫黨國體制啊 啊 黨跟國不分嘛 哦 黨營事業啊 啊 這個國民黨的官 可以去做 這個黨營事業 可以去做黨的 也可以去做官的 啊 薪水呢 啊 不可以領黨的 不可以領國家的 哦 那才叫黨國體制 什麼時候現在 還是黨國體制啊 你不要騙人 好不好 真正的黨國體制是什麼 是中國共產黨 哦 一切黨說了算 如果現在是黨國體制 請問 那 呃 會去辦鄭文燦嗎 會去辦林怡錦嗎 會去辦陳宗燕嗎 哦 亂來 辦了你 你就黨國體制 辦別人都沒有事情 都不是黨國體制 哦 真是可惡到家了 我以前當新生報的記者 民眾還跟我說什麼 你如果沒有加一筒 你不能成正式的 你只能當約聘 哦 我想說靠腰鬧 這種 怎麼有這種媒體啊 不是看我的表現啊 是看我對黨的忠誠啊 才能夠升遷啊 哦 我對他實在是失望透頂了 哦 所以啊 呃 這個 如果是黨國體制 請問 你的五保請回法官 怎麼會這樣判呢 哦 對你優利的你不說 好 那麼 另外呢 這個 柯文哲說啊 啊 我 呃 不知道他建華城 容積率高達百分之八百四 我是到今年三四月啊 呃 這個媒體開始在吵這個事情 我才知道 還記不記得 昨天啊 沈柏陽說 他這個是險招啊 哦 他講他不知道 把重點放在不知道這是險招 只要證明你知道你就慘了 哇 結果今天啊 這個黃珊珊出來說了 說柯文哲從來沒有說 不知道 京華城案 哦 他有接到陳情 他的意思是 他沒有干預 你看吧 翻口供囉 哦 所以說有功不知道 有沒有講不知道 那個昨天都有帶子嘛 他今天他不敢出來自己講哦 他找黃珊珊出來講 哦 人家啊 問這個黃珊珊說 啊你怎麼看柯文哲說 不知道京華城容積率百分之八百四 哦 因為 曾經擔任台北市都委會委員的 曾光宗今天說 這個案子涉及龐大利益 而且經過六年的審議 哦 不應該用不知道帶過 黃珊珊就替柯文哲說 柯文哲從來沒有說不知道京華城案 哦 啊 他都完全按照程序交辦 由局處依法辦理 程序上是有經過市場 哦 那 這個 他 只是不干預 哦 他不是不知道 現在 翻口供了 因為大家知道啊 從不知道這個事情可以把他打垮 哦 好 那重點啊 這個是 曾光宗教授 哦 曾光宗教授 曾光宗教授啊 他是 啊 台灣建築學會的理事長 也是中原大學建築系的特聘教授 然後呢 他說啊 他啊 啊 這個 啊 今天他寫了一個啊 臉書啊 的這個一千字的長文 哦 他的標題叫 金華城案之我建 為什麼 因為他說在2017年1月1號 到2020年12月31號 記住哦 這個時間都是柯文哲在當市長的時候 因為柯文哲是在2014年啊 到20這個啊 2022年啊 擔任市長 那 他說啊 這 啊 這個 三年多 哦 2017年 2018 2018 2019 2020 他等同當了三年的 這個金華城的這個都委會的委員 哦 他受聘 他說他出席了四次會議 在了解到 申請單位 也就是金華城的提案理由以後 他說跟內容啊 不合法 而且 極為不合理 哦 怎麼給他那麼多的這個獎勵 哦 容積高達840% 說 因此 基於專業判斷 他提 全部都提出反對 他說啊 這個案子前後經歷 記住哦 曾光宗說這個案子 不合法 而且極為不合理 哦 他說這個案子前後經歷六年的審議 政治人物不應該以不知道而異語帶過 你說政治人物 對你說柯文哲啊 因為其他人沒人說不知道啊 所以 柯文哲不應該以不知道異語帶過 哦 那麼 哦 哦 容積獎勵屬於公共財 是全體市民所共有 這種公共利益需要有效保護 不應該隨意 送給民間的財團 哦 好 那這個是曾光宗 所以 你看哦 曾光宗說 既不合法又極為不合理 哦 你怎麼可以講 你不知道呢 也就是說你是知道的啊 哦 好 那麼 啊 這個今天啊 他的前幕僚 就是說 柯文哲的前幕僚 吳靖怡 說啊 木口公關會四百五十萬 去你的蘇聯給他 你說 我不知道 民眾黨會款七千多萬 哦 因為 那四百五十萬 如果他抓到了 他說我不知道 我會捐出來 哦 現在抓到了 說他會捐出來 民眾黨會了七千多萬 補助款 給柯文哲的私人户頭 他說 我不知道 哦 所以呢 他去買了四千三百萬的 啊 商業辦公室 哦 去人抓到了 他就說 啊 我要去 我要給董佣 端木正啊 調節兩千萬的假账 哦 我不知道 我世人不明 精華城容積率 哦 八百四 百分之八百四 我不知道 哦 吳敬宜說啊 不知道成為 柯文哲維持政治生命的 葉克摩啦 哦 他是無能私自的稻草人啊 你自己都牽了 你還能夠裝傻 哦 你到底你的鼻子 能長到多長啊 哦 就是 這個 皮諾丘啦 好 那你講 你不知道 你就沒事了嗎 啊 今天啊 太多人啊 這個 出來講說 不用花花費 到那裡走啦 哦 這個啊 媒體人 黃韋漢啊 今天說 哎 現在只是 申請 羈押 薄回哦 不是 無罪 確定哦 奸華城案 說過關 那太早了 其實 柯文哲 真正的考驗 才開始而已啊 哦 黃韋漢說啊 第一局 因为北院的法官裁定 他不知情 所以吴宝请回 这只是生压驳回 不是无罪确定 他说政治现金案 北市客案 果菜市场案 柯文哲还要面对 接下来的约谈跟调查 任何一个环节 都会可能被压或被起诉 黄伟翰说 把吴宝请回当作无罪推定 这是柯文哲支持者的错误解读 不出北院以后 柯文哲跟民众党的考验 现在才刚开始 那今天 这个 他的前幕聊柯亦安也出来讲 他说看到那些小巢 跟民众党 大家松歪歪 松不退 他说这么高兴是为什么 现在整件事定调 就是柯市府有人收贿 而且只是例行赛的第一战 你们是拿到世界大赛冠军了吗 你是在欢迎什么 这个 彭震生已经被靠到土城了 彭震生是柯文哲的副市长 你是有什么好欢迎 如果按照柯文哲2019年那些道德良辞 这样就可以画 柯文哲身边的人都贪污 柯一安说 民众党搞得现在 大家欣喜若狂 以为拿下世界大赛冠军 在那里画阿伯没多 他说这个还不知道 没关系到以前 不过这个五宝请回 大概牵动很多人的情绪 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中 他说 他们这个虎山科 台台虎山科里面有年轻的医生 因为柯文哲的五宝请回 是凌晨三点 他说他们里面的年轻的医生 拨命洗脑筋 起来看结果 看一个刷起到睡不着 他说 他生苦变的人 都对凌晨三点这个结果 很气愤 这个年轻的医生 起到睡不着 那市井中的看法是什么 是柯文哲 只是气数未尽 要再翻身 很难的 很难的 那 今天这个连 这个李燕秋 最蓝颖的 媒体人李燕秋 今天也出来讲 讲他对柯文哲的看法 他说 选举假账 政治现金流入个人账户 那叫一粒芝麻 小事 什么是大事 你说金华城荣基案 弊案 是一桌满汉全席 他说柯文哲你保重 你现在还不迟 那他还写了哪一些呢 等一下回来 再继续跟大家报告 还有其他重要的新闻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来那么刚刚讲到李燕秋小姐 他说这个他在脸书写柯文哲 他说柯文哲承认选后去沈庆经的超级豪宅 逃租引员 示范唱歌 目的是 沈庆经要安慰柯文哲落选 他说这款高情 不是什么 财团老板也是市民 可以轻描淡写打发的 他说落选以后 财团请吃安慰宴 选举最需要资金的时候 你觉得他不会抖内吗 柯文哲只认识一家财团吗 每天哭穷 让小草省便当的钱来支持阿伯 你好意思啊 李燕秋说 柯文哲一上任 就直指好市府的五大弊案 好龙斌 以此来凸显自己清廉打币的形象 结果 屁案也没有查到 查到的都是 好龙斌坚守法条 柯文哲却跟财团共舞 现在呢 他的弊案排队等着报 当初那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恶不恶心啊 让大巨蛋像废墟一般闲置八年 不都是名指名高吗 李燕秋说 柯文哲的说谎啊 已经是信口碾来 买商办当个人办公室 改口就说是为党买的 木可公司给他名下四百五十万 说不清是什么钱 就推说他会捐出来 想买一亿多的豪宅 开公司赚小草的钱 被发现以后 就推说啊 我只有想法没有行动了 他用思虑不周 还有不够圆融来闪躲 但是啊 真正的实话应该是 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贪念 柯文哲人设之崩坏 真的怪不了别人 他的意义是什么 就连这个蓝军啊 或者是深蓝的 都给他看出来了 蓝绿啊 可以讲说对他非常的讨厌啊 这个人啊 实在是有点就是祸害啊 好那 这个 他关系有多好 今天啊 人家挖出来 2022年10月 换句话说 没跟两年前 精华城的旧址 10月19号 在两年前的10月19号 重新动工 将改建成啊 占地五千坪的精华广场 柯文哲啊 又去出席动土典礼 这个主持人是集团的主席 沈庆经 你说这样关系有好吗 毫不避讳 毫不避险啊 好那 说实在的 说他这个 沈庆变 我实在是超级高度怀疑啊 另外呢 另外呢这个是 国民党的主席啊 这个朱立伦 他今年3月通过改组方案 把这个防护兴党部啊 掌并进地方党部啊 你知道他们啊 有一个前主委叫做张又霞 他就是国民党黄晤党部的前主委 少将 结果呢 中国去香港参加 这个促进统一的活动 结果你活动这首中国国家时 他不仅没有回避 还起立聆听啊 他没有看过吴思怀 那个事情 台湾人对他的批判吗 现在说啊 好真好 可能啊 已经啊 这个触犯了这个法律 因为我们在吴思怀 吴思怀条款啊 这个 我们有修法 修了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现在他啊 越退奉 九万几户 可能会被剥夺 好 这个啊 应该啊 因为你对国家要忠诚嘛 就中国国民党 今天人家问啊 他又没有党值 他是个人身份 个人身份 你没给他开除 他就中国国民党的啊 你不敢开除啊 因为你开除 你就知道 你就跌倒中国啊 阿共的啊 好 你知道这个张又霞 我不知道他的心态 是什么心态啊 他啊 这个 他曾经讲过 他说啊 他开闸于北城啊 你知道于北城是坚持中华民国呢 哦 结果啊 他喊说啊 宁愿被统一 也不要民进党执政 夭壽 他是把民进党动作比共产党更敌人啊 哦 他宁愿被统一 也不要民进党执政 现在民进党是给你安装的 哦 一五月给你领那么多钱 那是怎样 哦 你领国家的钱 你就要对国家效忠 你在讲什么话 好 那么啊 另外啊 是 这个 今天路透社啊 跟进了一个新闻 我觉得这新闻很重要 哦 他跟进什么新闻呢 就是 哦 赖清德总统最近说 他说啊 哎 中国讲 台湾自古是 中国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哦 所以一定要统一 哦 为了领土完整 可是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 你们在1858年的时候 哦 跟俄国啊 签了爱魂条约 你们把大片的土地 割让给俄罗斯帝国 哦 啊 现在就是 阿木尔河沿岸啊 大部分的这个土地 哦 那你怎么不去要回来 你为了国家的这个领土完整 你应该去要回来啊 你说台湾自古是你的一部分 那请问 啊 这个1858年难道不是吗 哦 路透社啊 跟进这个新闻 赖清德讲的好不好 讲的太好了 哦 你知道那块土地多大吗 我把他查过 哦 俄罗斯啊 沉沾中国的土地 哦 大概有台湾的300倍大 台湾的300倍大 结果那块那块那块他不去拿 他要去拿台湾哦 所以 赖清德的解读是说 他 并吞台湾 并不是 不只是要并吞台湾 他的目的啊 哦 其实是 啊 要 这个 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就是什么 他想要生日西太平洋啊 啊 做大 你如果要跟美国拼就对了 啊 当成世界的这个领袖的霸权 目的是这样啦 哦 所以他讲那个理由 啊 啊 有没有说服力 没有说服力 说台湾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 哦 这个 啊 为了领土完整一定要拿回来 那个理由不成立 为什么 啊 不然还有人调的 台湾的三百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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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 哦 啊 你不去把俄罗斯抵 哦 所以 这个理由不成立 那 第二就是什么 第二就是跳软了 嗯 因为俄罗斯他拼不过啊 对吧 啊 他就跳软了 吃软了 哦 那台湾这个比较软 哦 但是没那么简单啦 你这个 啊 国际啊 所以 台湾啊 必须要变成世界的台湾 这是个国际的议题 哦 不是阿公的啊 要怎么就怎么 哦 哎 你说啊 这个 啊 看他现在在南海 哦 好 好 好 哦 但好 好 对胡律宾这种国家 好像有好 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啊 说 啊 这个 先兵 我们讲先兵暗杀 哦 中国讲先兵焦 胡律宾啊 发现说 中国要打算在那 啊 盖军事基地 哦 所以胡律宾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就拖一只针子 哦 哦 去那边拖一只针子 表示说这是我的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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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一只针子 了 他就说那个南海是我们的啊 所以呢 阿京的啊 我们啊 这个不是讲说 福律宾的这个啊 南海事务的发言人说 阿京的在那里船 差不多有六十只的船吗 哦 有三艘中国的海警船 两艘中国的海军军舰 啊 这个 一艘医疗船 一艘研究船 还有四十七艘的 啊 这个民兵船 哦 现在发现什么事情 现在竟然啊 中国船啊 连推带撞 哦 把 胡律宾这只船啊 移动了两公里远啊 哦 一直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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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那这只船啊呢 胡律宾这只船啊 被中国这样子撞 又推 哦 又急 结果那只船啊 被撞出了一个大洞 那个大洞说啊 一个人用怕的 怕的过 那么大的洞 说情势现在 十分的危险啊 因为你知道海水嘛 哦 但是胡律宾 现在美国说啊 好 那运步我来帮忙 哦 我来我来这个协助 哦 我来帮你护卫 哦 我来帮你护卫 胡律宾说不敢呢 胡律宾如果说 哎呀 我们先这个 自己处理 哦 先自己处理 你就没有办法处理啊 哦 这个事情啊 其实中国你看 胡律宾会担任啊 哦 所以胡律宾这样子啊 我看阿公的看他出出来哦 哦 那如果美国真正 进来处理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好玩了哦 哦 啊 美国派出军舰 那中国还敢怎样吗 如果敢怎样两边真的就打起来了哦 哦 今天啊 啊 这个老共又派了28架 啊 16架战机 还有 这个 8艘 哦 对不起 19架战机 8艘战舰 哦 来 侵扰台湾 哦 对台湾也是这样啊 哦 我说实在 我们不能太软 哦 我们不能太软 太软就会看出出了 我们没有要挑衅啊 哦 你知道 我们 啊 今年到今儿 去中国的 啊 这个 旅客 有150几万 阿公的那边来 来多少 来20几万 我们才2000多万人呢 哦 啊 就去了150几万 阿公的呢 阿公的来20几万 他有14亿人呢 哦 他到目前 没有开放 自由行跟观光客 那你会问 那20几万是怎么来的 20几万就是 他们有些人啊 有核准说 可以到 转到第三国 譬如说 啊 他去到 去日本出头 他可以转到台湾来 是这种旅客 哦 那这种旅客 毕竟不多嘛 才20几万 我们啊 这个还是非常的 态度非常友善 希望两边 对等开放团客跟自由行 哦 所以是什么人不对 是阿公的不对啊 他就一定要坚持 我们是一个中国嘛 我们才能成立那种东西 哦 好 那 我们的少年级也不错啦 哦 这个 昨天啊 啊 是18岁级 亚洲青棒 啊 这个比赛 结果啊 我们是1比0 击败南韩 哦 击败南韩 哦 击败南韩 我们的 导致 陈慕衡 哦 和睦的睦 陈慕衡 他投了5点1局 没有失分 而且有7次3阵 哦 韩国才打2次安打 打不到他的球啊 哦 这个陈慕衡啊 他的最快球速是152公里啊 说实在哦 18岁高中学 等同高三的学生啊 要投到152 追到152 这是不简单 哦 所以我希望啊 未来 他要旅外 哦 就是去日本打球 或到美国打球 真的是有机会的 哦 152 哦 好 那 这个 另外呢 我们的排球队 也不错 哦 我们呢 的排球队啊 在 18岁级的 啊 世界杯的排球赛 哦 也击败了西班牙 拿到 世界的 啊 第三名 也就是同牌 你知道吗 那是过关斩将啊 打败 我记得打败巴西 打败保加利亚 打败西班牙 那都人高马大 那都200公分的啦 200多公分 但是我们的小将竟然打赢了 哦 这个是 要给台湾的年轻人啊 啊 啊 这个好好的 啊 嘉奖一下哦 好 那这个啊 今天啊 时间已经到了哦 非常 感谢大家的收听哦 还是很热哦 记得多喝水哦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